现在是早上的4点12分 现在呢我就要开始接我的饮食的水吧 先打开 现在是早上的4点12分 直接我的饮食的水吧 先打开 装满了两罐 然后我就把它盖上 我接的两包水 把它放在上面去 包一包啊 最早的时候 以前这个懂中医的人呢 就是如果他要包什么补药啊之类的呢 他们就会用这个饮食的水 接起来包药 那我们现在身体很健康啊 特别是我打坐的 所以不需要包药 但是我在想 反正今天已经接了这个饮食的水吧 那我就用它来蹲点烟窝喝吧 一半的牛奶 浸下去就可以了 就这么简单 好嘞 现在我的那个水差不多两边呢都开了 两锅都开了 把它之后呢 就主要把这个丁香包 它是可以用丁香包墨浴呢 能够清净心生 洗涤烦恼 障碍 包括增加旺气 就是第二锅的 也要把它关起来 等到九点钟的时候呢 再把这些水呢 其中的一锅水呢 拿来 开始清理我的家 然后就要 把去年的风水物 首先呢 就是把去年的风水物 用红纸包起来 取下来 然后呢 用这些水呢 就去插一下 我的水晶台呀 最后呢 就是把今年的风水物给它摆上去 好 我先去睡个回笼觉吧 现在是早上九点二十分了 丁香包 早上一早煮的丁香包 它现在已经没有那么热了 我就把它先装出来 好 我待会呢 会用这盘水呢 先来插一下我们家所有的神坛 那首先第一步呢 我先把我去年家里的那些风水 把它收起来 因为去年的位置要调整 已经用了一年了 不能再用了 所以就要用这个红纸放在这里 然后我一会儿把那些风水物收来这边 就可以把它包起来 然后拿去丢掉 我们家这里去年挂了一个八筒钱 但今年的这个位置是北方 已经不再有这个二黑五黄了 所以我要把它取下来 谢谢你哦 谢谢你哦 精彩 关注了我们全点 保佑我们家 好 现在地下的这些呢 就是我去年的风水布 然后就要把它包起来 然后就是等一会儿去丢掉 然后再接下来呢就是要用这个水和我新买的一块红色的布 这里才掐这里的所有的东西 好那接下来的位置呢 就是要在东北方的大银家 首先呢 我们就要把东北方找出来 这里是东北方和东方 东北方就在这个方向 对 东北方就在这个方向 所以呢 我会在东北方呢 给它挂上一个大银家 里面这里是柴位 这个就是正裁位 所以呢 就要把它摆在这个位置 东北方 中宫呢 就是像我们家中宫最关键的位置呢 就是那从大门进来呢 就一直走一直走 那这就是我们家客厅的最中间 但是特别难布局 对面呢 也有窗户对着 所以我们家这个 这个这个位置呢 才是中宫最关键的 两边透气进来 看到吗 所以我决定呢 就在这个位置 挂上一个 中宫的六筒钱 来避这个 同时呢 因为你看 呃 这是正好是沙发嘛 中间经常会有人坐 所以就 六筒钱 中宫来避这个凶杀 好 好 那其他的地方呢 应该都不是很大问题 楼上因为我们家没有什么人住 所以就也不用摆 而且楼上中宫是一个走廊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挂八筒钱 那是二黑的就是位置 它是一个 今年是一个并福星 所以呢 我家是坐东朝西的 那今年呢 这个携手的方向呢 就是等于 呃 东南西北 那这个方向呢 就是西南位 呃 西南位呢 呃 今年呢是二黑的并福 所以我要在这个位置贴上一个 呃 贴上一个八筒钱 现在呢 我们就是来开这个金简包 上面是金简包 放在西南方 因为今年的二黑并福在那里 普通的话呢 就挂一个那个 呃 筒器就好了 但是 因为我家那个位置在房间 房间的脚坡里面 没有这个 呃 东西 所以呢 就只要用这个 去看一下 好 所以呢 我打算呢 把这个金简包呢 换到那个紫色的竹台的那个位置 那我们今天的布局呢 就基本上完成了 哎 就把这个紫色的竹台去掉 这里是最好的金简包的位置 因为有时候我会泡浴 所以这样呢 会比较 好一点 那如果你错过了今天呢 也可以在大年三十前的下午的时间 找一个吉时 在那个年曆上 会有一个吉时 好 今天我家的风水布局呢 就基本上完成了 除了贴对联 还有布置一些新年的糖果 这些呢 我会等到大年三十下午的吉时 去把它布置 呃 在这里呢 就提前祝大家过一个愉快的春节 同时呢 也祝愿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虎虎生微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恭喜发财 我们下期见